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17号 星期五 美国最近确诊一直在增加 从刚开始突破了4万 每天确诊人数还到5万6万 现在好像已经到了7万多了 是吧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的病死率却没有怎么太增加 虽然确诊人数一直在增加 为什么 我们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 反正也看了一下美国这边的一些介绍 发现很重要来讲 还是他的医生有了一些改进 我觉得他们总结了一些 他面对新冠的时候一些经验教训 我觉得给全世界其他地方 都带来了一些接见作用 当然首先也得承认 过去刚开始被感染的 各个年龄段都有 所以有很多老年人可能就去世了 死的比较多 主要都死的就是60 65岁以上的 现在老年人知道保护自己了 对吧 一般来讲 现在得的都是这些不知好歹的年轻人 对吧 这个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当然医生开始学会如何去应对 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看 当然有一些医院和医生 现在也在反省 觉得其实如果在病毒来的初期的时候 对新冠的疫情和病毒有更多的了解的话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现在看起来可能死不了 我们看看 他说首先就是说新冠肺炎 新冠它导致的肺炎对吧 肺炎导致病死 因此认为呼吸机是救命的设备 但是现在医生们认识到病毒它导致肺部和身体的很多的血管的凝结 从而导致养合减少 因此仅靠呼吸机是不行的 我们之前说过 在纽约他们最后做了调查 发现上了呼吸机的80%人都死掉了 就是说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对吧 那么说仅靠呼吸机的不行 必须使用防止凝血的药物 例如阿斯匹林和甘醋 这点非常重要 配合呼吸机一起使用 第二 血氧饱和度降到90% 一般情况下就会感到呼吸困难 但是有一些新冠病人很奇怪 他们没有反应 就是说血氧饱和甚至像到了70% 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就是说叫什么 叫无症状缺氧 就是说没有感觉出来自己缺氧了 所以往往在去医院的途中 就倒地了 就直接就死过去了 就是说武汉初期的时候 还有后来在伊朗 我们都看到有这种情况 有一些人骑着骑着车 或者往医院走 在路上走着走着 一躺就躺地上了 然后就死了 就是血氧见到已经非常低了 就在那之前 他自己没有特别明显的 反应和意识 没有意识到这些 当时我们就不明白这些人 为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武汉初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很多 他当时那些避露电视录的 都是骑着骑着车 突然倒地了 走着走着路 突然倒地了 突然倒地 就给猝死掉了 现在看来的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无症状缺氧导致的 缺氧饱和影响到非常低了 但自己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 不自知 所以现在就认为 即便没有症状 也要不断检查 自己的血氧饱和度 一旦发现低于93% 就要去医院 实际上在1月20号的时候 当时我们发了一个 我们得到的中国内部的 一个文件里边 就有人就说到了 一定要配一个 肯定的血氧的检测仪 美国在Amazon上 差不多能够就是说 卖个三四十块钱 就有血氧的检测仪 我这样一会儿 我发一个Amazon的链接给你们 也不是说买 但是你看一眼 最少你知道 它在美国 像名字大概 其实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有的很贵的 其实没有必要 三四十块的那种 就很好了 就是它构用就好 我可以在我视频下方 发一个链接 感兴趣的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 实际上 如果你觉得你是高危险人群的话 其实你应该背一个 因为有可能你自己不自知 你的血氧掉下去了 你还不知道 存在这种情况 第三 当然就是药了 现在瑞德西韦 枪绿奎等等的出现 虽然众说纷纭 但是大家还是在抢这些药 这些药多多少少的 都能够就是说 帮助一些 反正提供一些帮助 对吧 各种实验都表明了 这些药 反正是有帮助 你说是零丹苗 药吃下去就不死了 是谈不上 但是的确确 对于减少 康复所需要的时间 减少死亡率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帮助 那么第四个 就是致死原因 有的时候往往不是病毒 实际上 你并不是被新冠病毒弄死的 而是被你自己的 自身免疫系统搞死的 你自身免疫系统 面对新冠病毒的时候 产生的反应 非常的强烈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仅杀死的病毒 也在杀死你自己 这种时候就要用这种 肋骨 肋骨唇之类的 这种就有点激素类的 这种药物 要防止细胞因子的风暴 最后一个 还是就关于呼吸机 呼吸机的使用 就是说正确使用呼吸机 是非常重要的 在新冠初期的时候 认为有很多人 就现在反省 当时认为有很多人 实际上不应该使用呼吸机 有的是被呼吸机给吹死的 后来很多像纽约的医生 都在思考 有些病人要是能不上呼吸机 先不上呼吸机 有些病人就老说 你不过上呼吸机我就死了 但是有些时候 医生不给你上的 是有他的原因的 以前我们有一个中国的蔡敏 他不也是得了之后 他就是希望大夫给他上呼吸机 大夫说你先别上 他说你不上 我明天就死了 就明天也没死 就说这意思 对不对 现在发现 其实上了呼吸机 不见得是好事 有很多 上了呼吸机 80%都死掉了 所以当时要上了呼吸机 搞不好他就没有命了 所以当时大夫没给他上 没准还救了他一命 所以这东西一定要要小心 呼吸机 现在刚开始的时候 对美国对呼吸机非常的迷信 觉得必须对有呼吸机 呼吸机要足够 要几万台 后来发现不对 这个情况不是那么回事 也在及时去反省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我觉得反正就是纽约 他们这边一些医生 把美国的一些医生 积攒的一些经验教训 反正提供给大家 我觉得全世界各地都可以 不一定偏要照他去做 但是可以思考一下 他有没有一些经验作用 好吧 那这期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